热点时评 雷哥视角评论 深度 一块Mate60芯片会不会给中心华为带来灭顶之灾 作者 雷哥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 雷哥博士是资深媒体人 独立时评人 油管时政频道雷哥视角主持人 欢迎关注雷哥视角 帮你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 下面是这篇评论的证文 华为的最新旗舰手机Mate60 Pro上月底突然发布后 战狼小粉红们嗨了好几天 说华为突破了美帝的封锁 美帝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中芯国际的股价也随之大涨了几天 可惜好景不长 华为放了这颗卫星外加一顿爆炒 还真把美国佬惊动了 先是许多美国议员怒了 要求立案调查华为Mate60芯片问题 风声一大 美国政府也无法保持沉默了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也不得不在白宫简报会上表态 说美国政府很想了解 华为Mate60 Pro手机内处理器的准确组成 这意思是美国政府不知道这事 没有私下开口子 允许中芯国际替华为代工5G芯片 后边再细说这事儿 并称美国应该继续实行小院高墙式的技术限制 最后是很有分量的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跳出来说 如果真是中芯国际违规帮华为做5G芯片 那美国应该停止对华为和中芯国际的所有技术出口 现在美国对华为和中芯的禁售令仅限于最高端的技术 第二天中芯国际的股价就暴跌超过8% 不是已经冲破美帝封锁了吗 美帝想调查就调查吧 怕他个屌 这些中国股民太差劲 严重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1.芯片定性 现在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都说要调查华为Mate60芯片的事 这事就必须整出个子丑银帽来了 Mate60已经上市超过10天 它的5G芯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除了类似深圳华强北卖手机的业余选手纷纷检测Mate60芯片外 一些半导体领域的专业机构 向加拿大著名的Tech Insights等也进行拆解测试 主要结论如下 1.这是一款7纳米制程N加2芯片 由中芯国际制造 2.速率测试显示这款芯片达到5G标准 3.这款芯片与目前最先进的技术仍有2到2.5节点的差距 相当于3到5年的差距 从Mate60所用这款麒麟9000S芯片的背面标识 2035CN来看 CN表示产地是中国 2035的意思表示芯片的生产年份和周数 即2020年第35周出厂 有些小粉红嗨过了头 说这表示中国要在2035年崛起 实现什么什么伟大目标 笑掉大牙 那这款芯片到底是不是中芯国际替华为做的呢 中芯不吭声 华为不吭声 有能力生产的台积电至今也没吭声 大家都闷声发大财 麒麟是华为自有的芯片设计品牌 在被美国制裁之前 一直由台积电代工制造 有7纳米及以下芯片生产能力的 是台积电的台湾工厂 在大陆 目前只有中芯国际初步具备这种能力 中芯国际目前能稳定生产14纳米的芯片 良品率达到95% 以14纳米生产工艺为基础 通过多次曝光技术 中芯国际也能出产7纳米芯片 即所谓N加2 但良品率可能还低于50% 有业内人士估计 甚至只有15%左右 这个水平的良品率成本太高 无法商业化大量生产 Mate60用的这款麒麟9000S芯片 尽管与目前的高端手机 如苹果三星用的一流芯片 还差着三四代 而且拆机测试 可见芯片的功耗高于同类7纳米芯片 说明制程工艺有明显欠缺 这将影响芯片功能的稳定性 但这毕竟是一款5G芯片 二 谁干的 那到底是谁做的呢 下面我们来分析两个选项 三种可能 一 是台积电做的吗 有人说 这可能是华为在美国制裁 生效前抢购的芯片 美国政府从2019年5月15日 宣布将华为列入黑名单 2020年5月15日又将制裁全面升级 要求所有使用美国技术的公司向华为提供芯片设计和生产 都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同意 但美国政府的这项禁令是在2020年9月15日才真正落地实施 利用这段缓冲期 华为在台积电抢购囤积了大量高端芯片 2020年9月15日是该年的第几周呢 第36周 而Mate60这款麒麟芯片背后的标识 2035CN显示 这是2020年第35周出厂的芯片 那时美国的制裁还未生效 这个标识的意思就是 不管这款芯片是谁生产的 都没违反美国的禁令 但CN标识表明这是大陆生产的芯片 台积电能生产7纳米以上高端芯片的厂 目前都在台湾 台积电在大陆有两家工厂 工艺制成都不算高端 台积电上海工厂只能生产14纳米芯片 南京工厂也差不多 16纳米左右 如果是台积电台湾厂产的高端芯片 不可能标识CN Mate60这款芯片 不大可能是制裁前抢购的台积电高端芯片 另一个佐证是华为这几年Mate系列出品所用的芯片比较 2020年华为推出的Mate40 用的已经是台积电生产的5纳米5G芯片 制裁前抢购的囤货 2021年因芯片短缺 华为不得不暂停了以往每年都推的Mate新系列 2022年再推Mate50 用回了高通的4纳米芯片 这是一款4G芯片 不在美国禁令范围内 如果华为手中还有以前囤积的7纳米5G芯片 就不大可能在2021年不用 而放到2023年再用 这完全不合逻辑 而且2020年Mate40用的麒麟9000 已经是5纳米5G芯片了 另外芯片的生产工艺专业机构一拆解 就能看出是哪家生产的 其中有抹不去的制程工艺特征 Tech Insights认为是中芯国际的产品 与台积电无关应该可信 二是中芯国际做的吗 如果是那是按度陈仓私下代工 还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默许 排除了台积电 其实只剩下一种可能 那就是中芯国际做的 区别就在于 中芯国际替华为代工麒麟芯片 有没有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 因为违反美国禁令后果严重 一般企业不会去踩这个雷 目前已经确定 Mate60使用的麒麟9000S芯片 使用的是中芯国际的N加2制程工艺 相当于7纳米 查询可知 中芯国际在2021年10月 被Tech Insights发现在一款比特币挖矿机中 使用了N加1 相当于10纳米制程工艺的芯片 中芯国际先后在2022年上半年和下半年 实现了N加1和N加2芯片工艺的风险量产 即控制产量以避免出现太多劣质产品 风险量产是有不成功的风险存在的意思 也就是说中芯国际替华为做的N加2高端5G芯片 最早也应该是在2022年下半年 这显然是在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令落实之后 三 中芯国际的快速崛起 那中芯国际和华为不怕美国的进一步制裁吗 有人会说 美国不是早就对华为和中芯国际制裁了吗 再制裁又能怎样呢 这样的想法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美国2020年12月把中芯国际列入社军工企业黑名单 要求所有美国企业向中芯出售高端设备 都必须经美国政府批准 同时禁止美国人交易中芯股票 当时明确的只有10纳米以下的制造设备 完全拒绝出售 但14到16纳米以上的并未禁售 光刻机也只进了最先进的EUV 可以生产14纳米量级芯片的DUV光刻机并未禁售 这几年 随着中共要求芯片产业公关加紧提高国产化率 在国家芯片大基金的支持下 国内芯片产业一拥而上 未受制裁限制的28纳米以上成熟制程芯片产业迅猛发展 目前这些中低端芯片的产能 中国已经占到全球一半左右 中芯国际的快速发展 始于原台积电负责研发的核心骨干梁梦松的加盟 梁梦松是原台积电负责研发的资深处长 因不满未能升迁 2010年被韩国三星开高价挖走 同时还带走了台积电20多名工程师 梁梦松加盟后 原本落后很多的三星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28纳米到14纳米跨越 实现了对台积电的赶超 台积电遭受至少10亿美元的损失后 发起了对梁梦松偷盗台积电核心机密的法律诉讼 梁梦松败诉 被迫离职三星 2017年10月 梁梦松加盟中芯国际成为联合执行长 并先后为中芯招揽了200多名专业骨干 绝大部分来自台湾新竹科学园区 梁加盟后 一年内就使中芯28纳米芯片的良品率翻了一番 超过了80% 使28纳米产品线扭亏为盈 之后又力主跳过22纳米制程 直接主攻14纳米芯片 并率团队在不到300天时间内 把14纳米的良品率由原来的3%提高到95% 使中芯成为全球第六家能大量生产14纳米芯片的企业 这一技术跨越 使中芯迅速上升为大陆第一芯片公司 在全球也进入第二梯队 之后 梁梦松开始主攻7纳米芯片 由于最先进的EUV光刻机禁售 梁梦松借鉴台积电公克7纳米的方法 利用生产14纳米的DUV光刻机 采取多次曝光工艺 使中芯国际实现了N加1相当于10纳米 N加2相当于7纳米的芯片量产 由此可见 梁梦松的加盟几乎是一手托起了中芯国际的技术起飞 从中也可见台积电技术的深刻影响 台积电的芯片制造技术通过梁梦松这个中介 快速扩散到了韩国三星和中国大陆 最近三年 中芯国际的营收连续以25%至40%的高速增长 净利润也在十年间增长超过6倍 2022年 中芯营收总额超过495亿元 利润超过121亿元 其中28纳米以上未受美国制裁的成熟制程芯片的营收占比超过85% 如果美国对中芯国际的制裁加码 限制包含美国技术的14纳米到90纳米成熟制程相关产品和技术为中芯所用 将对中芯国际的核心业务造成毁灭性打击 同样 华为受到美国制裁已经4年 重创了华为的5G基站设备和高端手机业务 年营收从2019年最高峰的8588亿利润627亿 下降到2022年的营收6423亿利润356亿 但目前美国并未限制华为的非5G手机业务 今年3月23日 华为发布了P60系列手机 同时发布的还有配备了折叠屏的Mate X3手机 但这两款旗舰类产品都是4G手机 也无法使用谷歌的安卓操作系统和众多受欢迎的西方应用程序 华为终端业务CEO于承东去年7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华为自己的芯片没办法生产 别人的芯片也不能卖给华为 华为作为5G全球领导者 在5G时代却是唯一一家卖4G手机的厂商 这是个笑话 其中的难堪和尴尬不言自明 华为在2019年手机出货量达到巅峰的2.4亿部 2022年降到2800万部 下降了近九成 今年7月 华为将2023年的手机出货量从3000万部上调到4000万部 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非5G手机 即便是4G 其中也包含许多美国技术 如果美国政府加大对华为的制裁 华为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公端业务将会基本退出市场 那这次华为Mate60使用的5G芯片 如果被确认违反了美国政府的禁售令 会不会引发美国对中芯和华为的进一步制裁呢 目前看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件事对华为、对中芯 乃至对芯片产业耿耿于怀的中共政府 都是一场豪赌 首先是违规的取证和确认可能会有些难度 因为这是两家中国公司间的秘密交易 美国政府可以拿到Mate60的手机芯片 可以测试 但如何取证 如何从法律角度确认违规是个问题 美国政府不仅要证明这是中芯生产的 还得证明这是中芯在2019年9月15日 美国禁令实施以后生产和销售的 中间有许多环节都可以扯皮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中国最近一直采取去风险 但不脱钩政策 限制最先进的技术进入中国 但其他生意还想做 这主要是涉及众多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利益 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 全禁了倒是干净 但许多美国企业也会受到重创 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的最大不同 就是美国政府做什么事都必须考虑民意 而中国政府可以完全不考虑 美国企业的想法也是民意的一种 美国政府不能无视美国企业的生存和利益 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技术限制 在华尔街一直有很大的阻力 因此与中国脱钩式的全面禁售 并不是华盛顿的首选 据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今年2月发布的信息 从2022年1月3日至3月31日 美国商务部批准了向实体名单上的公司 出售230亿美元科技产品 按此比例 2022年全年有近1000亿美元的科技产品 卖给了受制裁的外国公司 在芯片领域 像美国高通 英伟达 英特尔等巨头 每年都有大量芯片出售给中国企业 包括华为 比如华为现在出的4G手机都用高通芯片 华为的笔记本电脑都用英特尔芯片 也就是说 即使是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 这些公司也仍然在市场上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拜登政府最近一直强调要与中共保持接触 今年几次三番派高级官员到中国沟通 甚至给人一种舔着脸网上贴的架势 在反共人士看来有点绥静 让人看不懂 许多人也因此认为 拜登政府与中共间有桌面下见不得人的勾兑 因此 Mate60这次突然使用5G芯片 也被认为可能是得到了拜登政府的私下默许 否则中芯国际这种自杀式行为很难让人理解 正如我在上篇文章中提到的 华为当年跟伊朗做违规生意 可能是中共政府的要求而非其本意 最终受制裁重击全面倒退 现在中芯违规给华为做芯片 背后也肯定有中共政府操控的影子 不太像是中芯的市场行为 因为做这种高成本的芯片 中芯赚不到什么钱 反而可能重蹈华为覆辙 也被美国的加码制裁一棍子打死 中共这么要求除了搞点打破美帝封锁的政治噱头 刺激一下战狼小粉红们的祭典 又有什么实际好处呢 可能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 都想迎合伟大领袖在芯片领域打破美帝封锁 实现自力更生的政治要求 用华为Mate60的突然发布放一颗卫星 让伟大领袖高兴一下 但高兴之后呢 尴尬依然困境依旧 芯片产业自身的规律 不是靠举国体制的砸钱 或者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改变的 高端芯片的复杂工艺 使得最擅长山寨的中国企业束手无策 六七年前我就有文章深度剖析了 为什么用以前闭门造车的两弹一星思维 实现不了芯片领域的赶超 花多少钱把某种芯片造了出来 但如果没有商业价值就等于零 因此依靠举国体制 用大链钢铁的模式造芯片 只会击飞弹打 使芯片产业一地鸡毛 芯片产业的发展是全球协作的结果 没有一个国家能关起门来 独立实现芯片产业的突破 美国也不行 更别提技术基础差那么一大截的中国 因此所谓的打破封锁只是自嗨 还可能招来更严重的封锁和制裁 让刚刚有点起色的中国芯片产业遭受巨大倒退 华为Mate60芯片事件很可能成为中共政治操弄的又一个笑柄 成为伟大领袖的又一个烂尾工程 避免尴尬的唯一希望是拜登政府为了缓和与中共的关系 对此事哼哼哈哈的装傻 放中心和华为一马 但美国国会也不是吃素的 这么多议员盯着 拜登政府要是过于绥静 恐怕也过不了国会这一关 因此 华为Mate60芯片这事的结果 还得看美国国内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 全文完